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来关战一把虾哥的爱哭鬼 这把的话,我是已经看了一大半了 然后从直播间过来关战的 因为我发现有的关战了 就看一下,给大家一起,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吧 这把的话,虾哥搬还搬的很有趣 搬了一个什么呢?搬了一个机械家杂技 然后球者这边是没有选出先知啊 阵容方面的话,这套阵容其实打爱哭鬼我觉得还挺好的 要修机有修机,要救人有救人,然后牵制也牵制得起来 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拉火加苏夫一道震慑 一个心理博弈上面取胜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局 这把的话呢,虾哥能够赢 其实结果上面可以先剧的给大家 但是大家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下看 因为最近的话,他好像在恋爱哭鬼 军工场恋爱哭鬼 然后这一场的话,我觉得打的还是蛮有教学意义的 就拿出来,再来观战一下 首先呢,军工场恋爱哭鬼 这个角色,因为插眼爱哭鬼嘛 相对来讲,在军工场这个点能发挥的比较多啊 因为他一旦插眼以后呢 虽然交互,哎 虽然交互点比较紧密啊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波防守 这波防守应该是一个双挡 应该是一个双挡 打前锋,对,前锋回身要撞球的 对,一定要拉 这波我当时都没有留意到 当时从爱哭鬼的视角是看不到前锋 只知道前锋没撞 我在想就为什么前锋不撞 就刚刚没讲完 这张地图有什么爱哭鬼军工场 先对来说,骗了一首漂亮 这时候夏克说,我仿佛找到了爱哭鬼上分的答案 就是利用火来骗 因为现在这些顶级求人者 他们对于火的一个把控还是比较到位的 所以这边利用火来骗 第一波骗到了 第二波这边又骗到了 刚没讲完 这张地图 爱哭鬼 因为他交互点比较紧密 连的比较多 然后你一个眼呢 可以在两个交互点之间 或者封住一个交互点 利用透视 然后配合着拉火来骗也好 拉火拉重也好都是不错的 这里的话是通缉到傭兵 看到傭兵在默认的 也就是说那边傭兵跟前方的位置是名的 这里的话耳鸣就是一个病患 但是他不能身位上面靠的太前 因为你一旦是太靠前 就病患一个勾 然后直接把人救下来了 所以这边是选择求稳 等这人挂飞以后再来 然后这里大家注意到 两个人位置当时是不是排清楚的 夏克说这边 前方一定在修沙发的机子 对吧 这些就是顶级土豪 有的时候你去看观战 然后我们这边觉得好像走过来 到这边来追前锋 是一个比较顺理成招的 你可能不会去考虑 他是判断清楚前锋的位置 那么怎么判断呢 第一点就是前锋跟刚才 跟傭兵摸的位置 他是判断清楚的 那么前锋往哪个方向走呢 对不对 他判断到前锋一定会往这边来修 他老是说前锋是猛男 前锋这种猛男一定会在这边修 这边再来一个左右加速一刀带走 很舒服 整个节奏就已经好起来了 外面机子不够 然后前锋这边上挂以后 求者来救的话 病患来救呢 这里可能一火一刀 用兵来救呢 前锋不一定走得了 所以整个局应该是一个保三增四 偏保三 保平增胜 然后偏三 应该这样说 这样说比较稳 稳一点 当时我差不多就看到这边 然后发现有关战了 就赶紧过来给大家做这一场关战 挺好看的 打得很有 虽然说我们就 你可以说就上来打了一个震慑 爱护尾天狐开局 但是怎么说 这个东西就是你需要有这样一个开局 那这开局 也是并不是说 一定说是要白给什么的 这就是他博弈博道的呀 又不是说对面真的是出了什么失误 就心理博弈操作博弈博道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 之后 比如说你在打的时候 也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一个拉火加速对吧 然后再交互点博弈打一个震慑 那这个开局就好起来 然后 凭借着后续的防守 当然这马的话相对来说 对阿库外来讲打的比较顺了 一打没追上 前锋这边挂飞 三应该是肯定有了 四的话我们看马基剩余的量 从目前的剩余量来看 四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因为机子不够 机子不够 一个勾直接走 这边的话 火应该是出圈以后 紫火封住这边的交互点 看紫火刚好到 来有没有机会 晚那么一点点的紫火 晚了一点问题倒也不大 这里封 下个开始选择比较稳的一个打法 他也不急着 因为你这边拉 这边选择放弃了好像 确实也没什么机会 因为机子完全不够 完全跑一个都不太可能的 把道具玩就差不多了 也是啊 早点下一把对吧 这把分输了赶紧下一把 回忆这边 估计也过来了 拔个树 能斩的分头斩一斩 可能要换一波地交 好像这么个意思啊 先给你砸头 先给你砸头 来了也来了 职业圈的PY 职业圈的PY 再来 这边就一波 过半的就一波然后击倒 应该这个节奏啊 位置战还有博命呢 那这边应该是回忆 准备跳地交 地交点等好 这边的话能修一点是一点的 后续其实没什么 我们总结一下这把的话 就穷者如果说在打爱哭鬼的时候 我觉得相对来讲交互点的博弈 面对特别是分段比较高的这种局 这交互点的博弈 其实上来吃个阵子确实蛮伤的 确实蛮伤的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